日本遇见冲升防卫集团干涉台海 中国迎来立位时机 大家好 我是萧英华 日本是美国反华阵营的中式走狗 而且近段时间以来 日本追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步伐越来越明显 之前日本政府就打着所谓中国威胁的旗号 大幅提高防卫军费 最近又有大动作 露出一幅可能会随时干涉台海的猙獰面目 根据日本独卖新闻透露 日本政府正在以应对所谓台海局势为由 考虑一项新的计划 准备增强驻扎在冲升岛的日本路上自卫队第15旅团的配备 组建冲升防卫集团 按照计划内容 这个旅团的规模不仅会升级为集团级别 还将成为所谓西南主导防卫的核心部队 这让我们必须敏感的意识到一点 冲升自卫队的升级策略 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与中国紧张关系 在中美博弈的当下 日本是铁牢心要针对中国做出头鸟 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 首先日本在冲升主导大幅增加兵力 正在强化所谓的低岛链的军力部署 来对抗日益强大的解放军 要知道日本一直是美国针对中国或者说插受台海事务的重要战略支点 不论是驻扎在这一地区的美军 还是驻扎在这里的军备武器 都让本地区的安全形势愈发严峻 其次 日本不仅仅是提高西南主导的防卫能力 还在借机发展日本的攻击能力 近年来日本重点强调 日本自卫队不再单纯追求防御能力 还要发展先发制能的打击能力 用日本自己的说法就是打击敌人的基地 摧毁敌人的进攻力量 我们说从这一角度来看 日本这次对西南主导防卫力量做出调整 显然是在呼应加强所谓反击能力的计划 直到注意的是 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于12月初对这项计划打成了一致 当下日本正在紧锣密鼓的推动 三大安保文件的修订 日方这动向很可能预示着 日本自卫队的职能任务将正式从防卫转向进攻 相信不少朋友都已经发现 日本最近几年在扩军备战方面的动作越来越大 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 以及美国刻意的驱使和怂恿 日本政府开始了慢慢挣脱和平宪法的束缚 妄图成为一个不受战败国约束的正常国家 就拿今年来说 日本不仅首次把中国定义为重大的威胁 还提出在未来五年内增加防卫经费的计划 也就是将防卫经费的GDP占比提升到百分之二 这将预示着日本在实现军事大国这一目标上 又往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综合来看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一方面 日本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成为军事大国而动 另一方面 日本的做法和美国卢出一纸 将发展本国的国力建立在遏制中国发展的基础之上 不过这对中国来说 未尝不是一个立威的好时机 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一点 我们国家一致奉行牧林友好的政策 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的邻国 我们都是非常诚心的搞好关系 但是对于日本这种一边倒的跟着美国走 一美心思和中国作对的国家来说 其实我们还需要做好斗争的准备 避免更多的国家来效仿日本无理挑衅 之前澳大利亚新总理上任以后 连忙访问日本 并表示要向日本学习如何和中国相处 他的潜台词就是 一边要和美国一起来对抗中国 一边还要从中国捞到好处 中国作为拥有足够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在这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 必须摆出该有的态度 对交财中国红线的国家 我们不必手软 该有的警告和震慑就应该摆在台面 虽然中国一向以核为贵 但对于美日的挑衅 唯一的办法就像痛打落水垢一样 抱他们打痛 打怕 打得涨记性 只有这样才能制止美日 对中国没完没了的无端挑衅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